新城电台大地震,有DJ全职转兼职,美其民事转合作行事,使至减薪酬与员工福利,张玛丽为新城主持百分百张玛丽,逢周六晚上九时至十一时,今日她在Facebook宣布节目要说再见了,明日19日是Mary和您说再见的特别专辑,她留言在新城担任主持26年,离开感到不舍,她又回复网民,应该无会再席新城电台服务。 张玛丽拍短片亲自公布节目被取消的消息,她先提到今年疫情令身边的老板,打工仔朋友好惨,自己是老板一时打工仔,她为新城打工,她意想不到是主持的节目要被取消,严格来说是被吵,后来知道很多新城同事也要离开了,张玛丽坦言感难受,因为节目做了26年,她生活OK并非靠这节目挣钱,但享受每个周末可以 播有制宿歌曲并跟听众分享正能量的生活片段,觉得是福奇,她甚至提出不收取酬劳也可以继续工作,或新城回复,无收钱都无时拟做,她相信电台是要转换新模式。 1952年,张玛丽出生于香港,她的祖母来自英国,因此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。年幼时,张玛丽深目卷发,依稀可见外国小姑娘的模样。 六岁那年,母亲带她到热闹的街上,然后一个人悄悄离开,留下孤单的小孩在人海中茫然四股。 张玛丽栖身在楼梯,天台下,那里四面透风,暴雨和台风来袭便无处躲藏,最可怕还是挨饿,时长两三天粒米未尽。 有一次,她饿得前胸贴后背,眼看熬不住了,幸亏好心的餐馆老板送来热乎乎的插烧饭,才捡回一条小命。 千金难买少年穷,颠沛琉璃和居无定所的生活,磨练出了张玛丽坚韧的品格。 小小年纪的她,在面对现实的时候,已经懂得了命运无常。 而对于童年经历,张玛丽从不隐藏。 她说,未尝过失去的人,很难明白拥有的珍贵,没有精力的人呢,很难理解人生的精妙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,香港经济开始腾飞,像张玛丽这样的接同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八岁那年,张玛丽在好心人的资助下进入了保粮局。 在这里,她不仅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,更重要的是有了学习机会。 从灌风露雨的楼梯间,到有吃有助,能学习的保粮局。 张玛丽仿佛找了一个新天地。 在这个新天地中,她迸发出了昂扬的斗志。 不仅学会了绘画、写作、音乐、表演、商业管理等专业技能。 还学会了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。 而张玛丽在这里十三年,最重要的一刻来自美国一位女士。 这位女士和丈夫常来看望孩子,她们带张玛丽去西餐厅吃饭。 而她在餐厅里跑来跑去,还横躺在椅子上。 女士批评说,如果你不这样做,谁都不知道你是保粮局的孩子,可偏偏你这么粗鲁。 张玛丽大为震惊,从来没有人教过她这些。 此后,她格外注重礼仪,一直保持优雅得体。 从八岁到二十一岁,张玛丽用十三年的光阴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本领。 毕业之后,她成为了香港驻尼日尼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。 这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四小龙,经济发展势头强劲,文语产业芳心为爱。 邵逸夫将香港小姐的举办权从立池叶总会接过来之后,力争将港姐打造成香港的一张名片。 当时港姐是嫁入豪门的跳板,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,冠军选老婆,亚军选女友,继军小妹妹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,香港传统保守,选老婆即为讲究旺夫香,要求面庞挺刮,下巴圆润,鼻头饱满,单装且不失秀美。 而张玛丽刚好符合了这些特点。 在此背景下,张玛丽报名参加了第三届香港小姐选举,并且希望通过比赛前的课程,训练自己的口才,仪态,化妆等方面的能力。 没想到,无心差流流成音,没背景,没有钱有名之人在背后支持的张玛丽,竟然一路过关斩将,势如破竹地夺得了冠军。 而且,她还被誉为港姐史上最传奇的冠军。奖品是两万港币和一台电视机,不过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位昔日颠沛流离的街童,经过十七年时光雕琢,逆袭成了名满湘江的港姐冠军。 她说,没有信心我就不会来,别人问其他家里觉得自己会不会得冠军,他们都说不会,我就直说应该会赢。 夺冠之后的张玛丽并没有像其他家里一样,顺势进入了演艺圈,或是嫁入豪门,而是拿着奖金修完了工商管理的大学课程。 张玛丽参加港姐比赛时已经23岁了,这个年龄夺冠的港姐史无前例,再加上传奇的人生经历加持,一时之间,她成为了演艺圈的宠儿。 然而张玛丽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名利蒙蔽双眼,进入演艺圈后,她加盟加益电视台,从编导开始做起,后又加盟力的电视台,先后做过了主持人,思宜,编剧,导演,演员等多种工作。 狼心如铁大白沙天残变等影视作品,展现出了张玛丽不俗的表演功力,绳之以法医生与你百分百张玛丽等综艺节目,彰显了她不可匹敌的控场能力。 不为人知的是,张玛丽是张国荣第一个合作的女星。 1977年,一头长发的张国荣刚刚出道,在电视剧《鳄鱼猎》中客串,而张玛丽在这部戏里演她的妈妈?张玛丽也唱歌,出过一首名叫《当你见到天上星星》的单曲。 这首歌后来被买下版权,改名明星,贝罗文,黎明,刘德华,郭富城,梁朝伟等剧新翻唱过。 在演艺生涯末期,她拍摄了《朝花夕时》,之后就告别了迎评。 剧中,张玛丽是演艺名教授的妻子,影片时空挫乱,爱情和伦理缠绕不清,十分有看透。 因为演技精湛,她十分受观众欢迎,但没想到却从此再也没出现过在迎评前,令观众大为遗憾。 1980年,张玛丽转战其他领域,在报纸上撰写专栏,出版了《港姐自述美丽的回忆》等书籍。 1989年,她在香港艺术中心包罩龙画廊举办了人生第一次画展,又应约在深圳和广州举办个人画展。 后来,张玛丽成立公司培训形象和礼仪,成为该领域的资深人士。 因为自己曾受助于福利机构的经历,张玛丽很懂得感恩与奉献,对慈善公益事业很上心,也是第一个获封香港时大杰出青年的港姐。 她还随同国际救援机构扶贫,足迹踏遍新几内亚、缅甸、罗马尼亚、孟加拉国、泰国、印度等国家,并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国家儿童的苦难。 感情中,张玛丽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和李中琛博士的爱情,两人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时认识的。 李中琛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,彼时是香港天文台的助理台长,后来升任台长。 作为一名科学家,李中琛拥有知名度,但与弟弟相比,只能算小屋见大屋,因为他的弟弟是大名鼎鼎的武打巨星李小龙。 李中琛曾和香港著名女作家林彦妮结婚,后因性格不合分开。 1980年,她和张玛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而之后,张玛丽就安心地在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。 故事,绝对是一段令人呈现的演艺圈佳话。 在这段婚姻中,张玛丽挂上了李小龙嫂子的标签,并且生下了一子一女。 哪知道了上世纪90年代,两人感情破裂,最终在1995年签字离婚。 幼年时被父母留下孤身一人,成为了张玛丽心中永远的痛。 中年时和丈夫一别两宽,又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 离婚后,张玛丽在美国认识了建筑师于文平。 于文平对张玛丽一见倾心,紧追到香港,最终他们喜结连理,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成为母亲之后,张玛丽对生母的恨意见消。 2003年,通过美国的亲朋好友,她找到了85岁的母亲。 而到现如今,张玛丽谈及已逝的双亲,两眼勤泪,只是这泪水,不再是怨恨,而是恋恋不舍。 之后张玛丽开始复出,加盟了香港影视圈相对较弱的新城电台,秉持的就是对这份工作的情怀与热情。 在电台主持了26年,2020年,有情有义的她惨遭电台送来的大信封,由她主持的节目百分百张玛丽被喊停。 两周后正式结束,张玛丽不舍得,所以表态宁愿不收钱做节目,然而电台的回应是不收钱都不用你做,等同将她炒掉。 新城电台此举也并非针对张玛丽一人,她不过是被裁掉的主持人之一。 关于新城电台大幅度裁员的传闻一直盛传,传闻中主持人以及幕后工作人员成为了被裁员的对象,所有的全职主持人要重新签约,若是无法接受新合约可以选择离职,而张玛丽应该就是只是其中一位。 其实对于张玛丽而言,在新城电台做主持人,不是图收入,就如之前所说的,做久了便产生了感情。 这才有了不收钱也想做的想法。 前段时间,张玛丽在社交平台上拍片表达惋惜之情,直言自己就是被炒鱿鱼了,不过她表示自己很乐观,经济没问题,完全不靠电台工作创收,只是想借节目分享生活。 虽然张玛丽现在没有什么知名度,曾经活跃在演艺圈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代表作,不过一直都很努力,也有自己的公关公司,生活安稳,收入稳定。 如今71岁的她家庭美满,生活的幸福快乐,这个曾经不被命运善待的可怜女孩,凭借勤劳和努力,终于逆流而上,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